我們可以看到在國道一號南下 靠近彰化礁道附近 地面上滿是碎玻璃 猶如雪花一般 散路在三線車道上 那麼公路局貨報 也立即派出人員到場 來擺放交通追 而其他車輛駕駛也紛紛的閃避 就怕碾壓到玻璃造成爆胎 而道路封閉 也讓原本的三線道 瞬間只剩下一線道可以通行 那麼也造成現場的車輛 嚴重的回堵超過10公里 來先聽一下稍早的防衛 玻璃碎了一萬二就犯在上午七點多 一輛從桃園出發 滿載旅門窗玻璃的大貨車 行經國道以後南下197公里 彰化路段時 右前輪是突然爆胎 整台車失控瞬間往右側來傾斜 那麼直衝路間撞上外側的護欄 跟著車頭上的玻璃就全數的掉落 那麼還一度造成大貨車來翻車 那麼幸好車上的駕駛 與乘客兩人只受到輕微的皮肉傷 而目前由於碎玻璃的範圍相當的大 那麼相關人員目前都還在清理當中 那麼也要提醒用路人 木經過該路段的時候 務必得格外擋心